报告指出,政府的新移民安置计划没有跟上新移民定居模式的改变,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已经转到偏离市中心的郊区定居。 报告指出,新移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赶上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,许多人安定下来要5到10年的时间,而政府传统的移民安置计划只有3年。 另外,移民服务机构都集中在都市区而不是多数新移民居住的市郊,服务也没有针对新移民最迫切的需要做出改进。 例如,报告称,三分之二的新移民因为没有能力买房而租房,他们把超过三成的收入花在房屋的开销上,而联邦政府兴建联租屋的拨款计划则跟不上需求。 在公共交通方面,新移民比本地居民更需要搭乘公车,但是公车线路并不符合新移民居住和工作的地点。 目前,移民部长肯尼正在向公众咨询,如何调整新移民的政策,以便吸引那些本国就业市场所需的人士。 加拿大市政联盟希望通过这份报告能够给政府提供建议。